OK,那么它管理的修改呢,然后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,就是我改完一个文件之后啊,我想去撤销一个修改该怎么做啊,该怎么做,那么紧接着呢,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GateStatus他给我们的这个提示,哎,他提示呢,你看到啊,他给你两个提示,你可以使用GateAd来更新要提交的内容,就是把你这个修改呢,加到暂停区,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GateCheckout杠杠跟上一个文件名来丢弃你工作区的这个改动啊,那现在我们给大家CateCode.test,哎,你看到我工作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后面多了一行,对吧,哎,这是我刚刚的修改,我想丢弃这个修改怎么做啊,我就可以使用这个GateCheckout杠杠,后面跟上Code.test啊,好,回车,那么,然后,你再去CateCode, 你会发现它里面的,哎,我刚刚那修改呢,就没了啊,你GateStatus,你看一下,你的工作区也干净了啊,OK,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,哎,编辑完工作区的文件之后,我想丢弃对工作区的改动,你可以使用GateCheckout杠杠文件啊,来丢弃它的一个改动啊,提下一个改动,OK,那么,这个呢,是我们刚刚呢,编辑完一个文件之后, 我没有把这个修改呢,给它加到这个,暂存区,那么,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例子呢,就是我们继续的编辑这个文件,编辑完文件之后呢,我们把它加入到这个,暂存区啊,加到暂存区啊,那么,这个时候呢,就是VI,Code.test,然后在里面,加上一个新行,对吧,等级乱,好,加完之后呢, 现在呢,哎,我,GateStatus,哎,它提示我,我可以丢弃这工作区的改动,对吧,如果你没加到暂存区之前,你丢弃改动,你就直接使用GateCheckout杠杠文件名就可以丢弃工作区的改动,假如说我现在把它加到暂存区里面啊,Gate,然后呢,写上一个ID,Code.test,OK,我再使用这个GateStatus,你看一下啊,我们,哎,把这个文件的修改呢,已经加到暂存区里面,对吧,加到暂存区里面呢,现在啊,我,我一想, 哎,我不想要它了,我不想要它,怎么做啊,我还想丢弃我这个改动,那么首先第一步呢,你要使用上面提示的这个命名,去取消这个暂存,哎,就是GateReset,啊,Hide,然后呢,后面呢,写上你这个文件,Code.test,啊,好,你这样的话,重置后,对吧,取消暂存,这里面就取消暂存啊,然后呢,使用这个GateStatus,你看一下啊,Status,啊,Status,啊,OK,这里面, 是不是又回到我们添加到暂存区之前了,对吧,哎,现在你要丢弃这个改动呢,就是直接使用这个GateCheckout,啊,杠杠,然后呢,Code.test,啊,好,然后,GateStatus,哎,工作区呢,是干净的啊,Status,好,同时你看一下,Code.test,哎,它里面,是不是没有这个内容了,对吧,哎,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啊,这个情况,就是你修改完工作区的文件之后,你把它放到了 这个暂存区,你把它修改,添加暂存区,你想丢弃这个改动怎么改,首先使用GateResetHideFile,去把暂存区的修改,撤销,然后呢,重新回到工作区,然后再使用我们之前讲的,丢弃工作区的改动,哎,他就,哎,丢弃了这个改动啊,对于这个改动,OK,那么这一部分的话,是我们所说的这个,撤销修改,撤销修改的话,这里面有这么几种情况啊,第一个就是,你改了一个工作区的某个文件之后, 你还没有把这个修改,放到暂存区,你就想直接丢弃这个修改,怎么做啊,就使用GateCheckout,杠杠,File啊,就直接丢弃工作区的改动,第二种情况呢,就是,你改完工作区的某个文件之后,你还把这个修改呢,把它添加到了,暂存区,现在你又想丢弃修改,那么两步,第一步呢,是使用GateResetHideFile, 先回到第一种情况,对吧,然后呢,再使用第一种情况呢,GateCheckout,哎,他就恢复了啊,好,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,你不,你改完某个文件之后,你不但把它加到暂存区里面了,你还把它创建成了一个,版本记录,那么这个时候,你要撤销的话,你就要进行版本的,回退啊,就版本的回退啊, 我们讲的版本的回退啊,这是他的几种情况啊,几种情况